其實主要也是不斷的一直在說 我們要找到各國的內政 別的國家不要來干預別的國家的內政 我們自己的事情我們自己搞定 然後尋求和平 我覺得從大陸外交部長王毅訪阿富汗的對話來看 真的是比較有和平的一點 一種感受你知道嗎 阿塔歡迎王毅的中國代表團 他說感謝中國大陸雪中送炭 至少為阿塔人民提供急需的越冬人道物資 那在印度的部分印度也覺得很不高興 美國你動不動就說要制裁 你有考慮到我們國家的感受嗎 你去制裁你大美國什麼都你在賺 你不用俄羅斯的油 那我們大家就要用你那個很貴的油 誰在賺 所以印度好像也不是很高興 曾希老師 所以我上次就講說 美國也叫人家幹這種事情 你應該同時拍胸部說 我現在美國出口的油 一桶30美元無限量供應 所以你這個歐洲才會配合 你知道好不好 你叫人家不要買那邊的 然後你自己到油價賺的時候 他照樣在那邊撈 我說這個國家是很到了極點 我覺得說今天這個王毅道跟印度的外交部長 他們提出那三點我覺得是很有想法的 他意思是說他們將來應該考慮個中印加這個加這個 意思是說中國跟印度將來不要衝突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不但不衝突 還要合作 合作來擴大結盟 最後那一點你看他上面講說 如果我們中國跟印度兩個一起 如果對外講話的話 全世界就要聽 我一看這個有道理 老師我幫你補充 很多人可能還不知道談了什麼 有三點老師剛剛說的 第一 長遠的眼光看待雙方的關係 堅持 老師剛剛說的 中印互不構成威脅 互未發展機遇為戰略判斷 第二點 中方不追求單極亞洲 尊重印度在地區傳統作用 希望探索中印 plus 中印加的合作 第三就是合作的姿態 雙邊進城 金明兩年 中印分別主辦金磚國家 二十國集團跟上海合作組織 領導人峰會 這個完全整個氣勢起來 因為以前大家都想說 全世界美國就一超多級 多級就是歐盟 中國或者其他 印度是排在第二圈 俄國這次因為可能 力量成長也可能衰敗 那大家都在想說 未來就是因為打這一場 中國會跟俄國結合在一起 可是人家已經想到說 我中國可以跟印度結合在一起 你大家想一想 兩邊各有14億人口 兩邊加起來是28億 全世界現在70億 他們將近五分之二 這麼大一個人口 而且都是有實力的 如果他們真的結合 然後整個南亞到 如果被他們統合起來 那這個不得了的事情 什麼歐盟這些 其他的國家 大概都下去了 意思是說 第二圈了 我們可以跟美國幾乎是平起平坐 因為我想說 哇 真是真有戰略遠光 這是我沒有想過的 所以他們這一次 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不要忘記 去年兩邊還幹的 在那邊打來打去 互相軍人都還有死傷 那一副是世仇的樣子 那個印度總理 三不五時就要展現一下 這個武力 老公一直忍 一直忍 不想惹事 他們這一次竟然能夠 因為這種情況之下 開始產生關係的改變 過兵 我認為本來印度是說 他們長期是跟俄國比較好 包括軍火 包括很多你剛剛講的 那些物資都是跟俄國買 可是因為美國需要去對付中國 到處就找 就找到印度 那印度都 我兩邊得利 我就去騷擾一下這個中國 結果這次發現說 哇 烏克蘭最後被利用的時候 那個下場之慘 而且美國是制衡 完全不眨一個眼睛 把你炸到肝 炸到死 炸到底 毫不講情意 你說印度心裡不發毛嗎 說那我如果繼續配合你 我哪一天被你賣了 我在上次的節目也講 他們去年不是他們那個 總參謀長 他們不叫參謀長 總參謀長 就是因為不太聽美國的話 跟俄國再做一筆生意 把他們 被直升機就摔下來 印度人心裡不發毛嗎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不但開始思考之外 竟然能夠這麼快 兩國的外長開始在一起 而且對外講出一個這麼大的戰略 真的就像他講 如果兩國聯合起來 你想想看那個力量有多大 那再加上這次 俄羅斯 因為剛剛前面也提到說 在這個聯合國因為棄權 比較挺的都是印度跟中國 如果再能夠跟巴基斯坦 在這個世綢能夠化解 因為巴基斯坦跟中國 他們號稱巴鐵 如果因為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節省下很多的 這個互相對抗的力氣 然後互相能夠結合 強強聯盟 這真的是對世界格局 在來很大的改變 所以我認為說 印度長期本來就不是一個小國 長期也就是他們自己的不結盟 獨立的路線 這個說真的 我們過去說 這個對他們是不夠了解 在這種情況下 這一次中印如果能夠開始合作 結盟 聯手 我認為真的也是驚天動地 世界板塊的一個很大的挪動 我突然有一種感受 你知道嗎 什麼叫做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然後我們再看到 你知道美國的那個戰略 就有一點 你不跟我 你不加入我的幫派對不對 非有即敵 你不跟我好 那你就是我的敵人 但是對於華人來說 你知道嗎 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退一步海闊天空 現在中印的這個戰略 讓大家感受到 利益當前 為國家人民的利益當前 我還要去堅持我那個 你跟我不好 我跟你怎麼樣嗎 通通都放下 有一種這種感覺 辛華哥 是 我覺得剛剛如同 這個春奇老師講 就是說這個 我還記得在大概是一兩年前 好像中印兩邊還互相 然後軍人會想什麼丟石頭丟木棍對不對 還搞到有死傷 但是今天看起來 他們大概也走上了一條 這個擱置這種爭議的路線 我覺得這個擱置衝突 擱置爭議 我覺得是現在是一條 比較建設性的道路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也期待看到 這兩國再合起來之後 能夠在這個當地 能夠開創一些新局 但我還是必須講 我覺得現在全世界 大概都有所謂的叫做 新三國主義 什麼叫新三國主義 就是我自己的國家 然後我面對的是一個大陸跟美國 我們這樣一個三角關係 當然如果我這個國家 我自己夠強的話 我就想辦法讓這個大陸跟美國 兩邊比較勢均力敵 我獲得一些利益 當然如果我是小國家的話 我就思考說我如何在兩個大國中間 站到一個比較靈活的位置 然後讓我自己的小國 獲得一個比較好的利益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 在現在一個 比較新的一個國際局勢以下 我們要好好思考一個 這個所謂的新三國的 這樣一個關係 而不是單獨壓保某一個國家 另外我在想就是說 其實某一程度來說 像美國這樣子 非我 然後就是我的敵對 這樣一個思考 我覺得已經不是不符合實際 為什麼 因為全球化的結果 一直演變到今天 其實很多國家 你的經濟也好 產品也好 貿易也好 都是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的一個境界 我今天制裁你 我今天制裁大陸也好 我今天制裁俄羅斯也好 到時候可能苦的是我自己 為什麼 我可能我將來沒有便宜的產品 我將來可能沒有這個 穩定跟便宜的天然氣 所以當現在一個 你這個大家互相交流 這麼樣的平凡的國際局勢底下 你說你要制裁某一國 要小心 這可能像是一個欺商權一樣 我還沒有制裁你之前 可能我自己就先受害了 那我還是必須講 所謂這種互利共贏 這四個字 聽起來真的有點巴骨 但是我覺得 其實某一程度來說 當其他國家都在 做類似的事情的時候 好像感覺起來 只是我們台灣 不會搞這個互利雙贏 我們就單獨壓寶某個國家 然後敵對我們某一個 臨近的一個國家 我覺得這可能都不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姿態 我還是回頭過來講 我覺得其實台灣整體來說 反思我們自己 我們對於這些世界上的大國 好像我們一直都沒有找到一個 比較正確的面對的姿態 我覺得特別是在這個蔡政府的執政底下 我們的姿態 面對美國過度的這個卑躬屈膝 可是面對大陸 我們又過度的這種敵對 嗆聲抗議 我覺得這都不是一個正確的姿態 我覺得趁著這一次 這個烏克蘭的戰士也好 大家世界各國都在調整自己 戰略跟外交佈局的時候 我們台灣真的應該好好思考一下 我們對於對待這個大國 特別是美國跟大陸兩個大國的姿態 我們該用怎麼樣的姿態 才對台灣有最大的一個利益 這凡是我們現在要思考的問題 你是不是每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呢 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 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 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搶好康喔